给苏莫倒杯冰水 嗯 好 什么 他又不能说话了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 看来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他本来就有社交障碍 受到刺激恐慌或者焦虑就会这样 必须尽快让他放松下来 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不知道呀 他一回来就在那儿算数据 一句话都没说 这次又不知道要缓多久 一般这种情况都和冰水缓解 但怎么着也得两三天时间 而且这次看起来更严重 你来来回来干吗呢 给苏大神造杯冰水 是啊 这蛋的天的 想不想吃冰淇淋 点个买买买 想到一块去了 谢了 好 喂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还没营业呢 对面公司 对面公司也不行 我们这儿还 喂 可以送 可以送 您需要什么呀 好的 好 B1503 未来飞行 好的 没问题 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好 拜拜 你 你干嘛 我们都没弄好呢 正好多做了几个 没开业就有事 这是好事 我去送你 那行了吧 拜拜 放开 放开 你怎么过来了 你不来找我 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为什么不找我 我最近真的很忙 忙啊 忙着跟别的女孩谈恋爱啊 是啊 咱俩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们是男女朋友 但我有我的约会 你也有你的约会 比起我管不着你 你也管不着我 我还 什么情况 这下好了 只剩下一个冰激凌了 不过 值了 苏木十八楼开会 苏木十八楼开会 你怎么在这儿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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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吃我冰激凌 你干嘛吃我冰激凌 你干嘛 你干嘛 你不会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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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双子 太分离了 这都什么人啊这是 走了 开会去 奇怪了 这下好了 两个冰淇淋都没了 不过 他怎么在这儿啊 该不会在跟踪我吧 还是在这个公司上班啊 不能这么倒霉吧 你去哪儿了 被您说中了 我太倒霉了 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看来你最近真的很倒霉 主要是我碰见那个臭脸小哥了 他还把我冰淇淋给吃了 然后他一出电梯 电梯就故障了 那你得离他远点 我们走啊 去哪儿啊 看来我们只能去喝酒了 走了 走了 再不走又该倒霉了 碰见他 好 走了 走了 回去了 送回去了 放心 投资人对苏默很有信心 让他放心测试吧 千万别有压力 是啊 这段时间啊 我让他搬到我星月山的别墅去了 安静一些 但是他这个问题 还是得赶紧解决啊 我有个心理医生过段时间 从北欧回来 要不 你试试 行 到时候啊 我带他过去啊 好 那改天出来详聊 嗯 那先这样 拜拜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跑什么呆啊 上车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